上贵公司女总裁涉嫌炒作股票被剪掉约谈 在国内专攻陆克一条龙市旅游的这个购物业者 保德利国际负责人张亚力 涉嫌在2017年到2019年之间 火同了金主、股市炒手等炒作公司股票 获利涨近3000万元 在5号的时候台北地检署兵分12路搜索 约谈了包含张亚力在内的12人 断说明 12路炒股案的人员 深夜被带到台北地检署附训 成员皆不发抑郁 直接步入地检署 被称作购物战天后的张亚力 是上柜公司保德利国际的负责人 公司在疫情前主要专攻陆克旅游和购物商城 但检掉货报 张亚力涉嫌在2017到2019年间 活同金主、股市炒手 公司主管还有人头账户 分两波炒作保德利公司股票 总计获利近3000万元 涉嫌证交法的操纵股价罪 5号台北地检署指挥调查局 兵分十二路搜索 约谈包括张亚力在内的12人导案说明 走这边走这边 走这边进去 根据了解张亚力 是国内观光产业界知名人士 如今涉嫌证交法遭约谈搜索 到底涉嫌程度有多深 有待检掉厘清 记者陶一生冯浩宇是聪明 台队报导